新北市长侯友宜11号化身为侯同学 与新店区达官国中小的师生一起体验能源教育课程 培养学童节能减碳的好习惯 同时也借此推广新北能源云校园能源管理系统 希望协助学校进行能源使用管理 而新北市299所学校也预计在6月全数建置完成 新北市长侯友宜11号化身侯同学 来到新店达官国中小与师生一起体验能源教育课程 老师带领同学们透过热显像仪 观察室内空间的温度变化 而侯同学则教同学们开窗开扇调对位的口诀 将室内窗户电扇打开 并且把电扇放置到正确位置 有效降低室内空间温度 因为很特别就是可以让教室的温度 知道教室的温度然后量一下让教室更舒适 就是电扇扇的方向要调对 然后之后呢我们再用那个设备 然后来量我们教室的温度然后开窗 侯友宜市长表示 新北市299所学校在今年6月将全数完成能源云系统建置 让学校能及时掌握校园能源使用状况 同时也将这些资讯融入能源教育当中 希望孩子们都能够从小了解节能减碳 跟国际间的永续发展目标结果 所以今天在国中小里面 299间学校在今年6月都会建构我们的新北能源云 新北市教育局指出新北能源云系统可监测校园用电 如果用电量超标警示系统也会通知管理者调整用电量 另外新北市配合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推动K12能源教育试级课程 结合能源云系统的大数据资料及不同领域的教学内容 希望让同学以更生活化的方式 培养正确的节能减碳观念 继续生平正门期新店采访报道